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首份施政报告 勾画未来五年愿景 带领社会突破瓶颈 增动能 解民困 赢机遇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施政更贴近民意 以结果为目标 抢人才 抢企业 推动金融 创科 文艺创意产业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提升竞争力 提速提量建屋 持续造地 建立土地储备 优化教育 让青年有多元发展 壮大人才库 推动基层医疗 重预防 早治疗 强化会老 护幼 助弱 清洁和美化世荣 推动绿色生活 为市民谋幸福 为香港谋发展 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